合一选举公报出炉 今年选委会是有新的规定 候选人的证件栏可以不再以文字叙述 上头可以放上图档 那也有候选人是放上了QR Code 甚至有人发上了Q版的图像 还有候选人直接把文选档给放上去 还有一名现议员候选人第四次参选 不过他的证件相当简短 只有八个字 一摊开选举公报 上头写满各位候选人的证件 有别于以往只能单纯用文字叙述 今年开线力有新规定 可以使用图档来呈现 就有候选人在证件栏上 放上自己的Q版图像 还有的人则是放上QR Code 要选民自己点进去看 我的所有竞选文宣上面都有 我的QR Code 那其实都是要让 那个选民可以马上知道 我的证件是什么 透过手机不仅快速又方便 还能够节省文宣成本 相当的环保 另外还有候选人 证件写着 用心灵去感受 用直觉去比较 相信自己也相信我 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让人看了姆萨萨 到底证件是什么啊 而在云林县议员第三选区 一共有17位候选人 要角逐八个名额 大家在证件栏上 都写得密密麻麻 唯独五党籍的候选人 许维修只有简单八个字 干净选举 用心服务 证件栏上留下一大片空白 让人相当好奇 我是用家户拜访 然后其实这种方式更深入 那可以让每个选民 更深入的了解说 我想要做什么 今年是许维修第四次 参选现议员 前三次都落选 但他却不气馁 也不应文宣 而是以家户拜访的方式 争取选民认同 今年选举公报 方还标准 让各个候选人自由发挥 但能否争取到选票 就等十一月二十四揭销 结果正义 云林报道 危险 陷入 好 请